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ICL基礎介紹的第三集 上一次我們有看過怎麼樣取得電力了 這集我們就要來使用一下電力 ICL裡面我覺得 剛開始最重要最重要的機器 關係到整個發展的機器 就是磨粉機 為什麼我會選它 就是因為它可以讓礦物變成兩倍 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辦到的 首先先看一下它的介面 磨粉機 它看起來跟一般的熔爐好像有一點點像 其實沒錯的 上面就是放原料 下面就是放燃料 然後右邊就是成品 當然這個燃料 並不是像一般的熔爐一樣可以使用 碳 因為它是一個吃電的機器 所以丟碳進去當然不會有用 它的燃料是電池 可以很明顯看到這個電池把電衝進 磨粉機裡面 磨粉機裡面也有小小的 可以儲存電的空間 這個磨粉機的製作方式 是一個普通的機械外殼 鵝卵石兩個在旁邊 上面放到碎石 下面放電子元件 普通機械外殼是在ICL裡面 大部分的機器 都會用到的東西 如果是比較好的機器 可能會用到的是進階的機械外殼 但是基本上都要機械外殼 機械外殼的製造方式非常的簡單 鐵板繞一圈就是普通的機械外殼了 再來也是在ICL裡面會大量使用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一般電子元件 一般電子元件的製造是用一個鐵板 然後旁邊放兩個紅濕 上下用銅電線包錢 這就是一個一般電子元件 其實還蠻好自己的 我個人會把這個鐵板移到這邊 因為每一台機器都會使用到的關係 所以移過來的時候 剛好是一個鐵磚 拿去通通敲扁 然後再做六關電線 兩個紅石 我就快完成這個 再看看其他機器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這個磨粉機 它可以把第一站的時候看到那個 銅礦、錫礦、鉛礦 去磨成粉碎的銅礦 粉碎的錫礦 跟粉碎的鉛礦 另外它還能對原本就好的礦物 鐵礦跟金礦去作用 把它變成粉碎鐵礦跟粉碎金礦 我們現在磨一個看看 現場磨 哇變兩個了 沒錯 磨一個礦石可以變兩個粉碎礦 把一個粉碎礦 拿去燒 就可以拿到一個錠 我應該要準備一下電爐 這樣就可以拿兩個銅錠 如果你原本就是拿銅礦直接去燒製的話 很可惜 只有一個成品 所以經過磨粉機 一礦物就可以變成兩倍的量 IC2的東西都非常非常的耗資源 尤其是鐵 所以沒有兩倍 甚至之後的更多礦會很不夠 會挖到累死 那一般在使用的時候 我會這樣子接的 一台發電機 一個電池箱 然後連接到磨粉機 接下來的話 如果大量 用量比較大一點了 比如說挖一次 帶著一整個包包的礦回來 可能會有 五種啊 剛剛五種的礦 我就必須要 更方便可以把礦放進去 從上面裝個漏斗 在下面也裝個漏斗 我就可以把我採集到的礦物 通通都丟進去 讓它自己磨 磨完之後 它的成品掉下來之後 就收集到箱子裡面 這樣我就不用一直去顧著它 那另外一邊 也是一樣 這邊火力發電機 它當然需要燃料 才能夠發電 所以 我給它一個漏斗 然後我上面放一個 很 比龍爐還要高效率的鐵爐 那我只需要 把 木頭 放出去 它會燃燒 成炭 然後 然後 掉到 發電機 發電機 發電之後 給 抹粉機 抹粉機抹完之後 到 製造出成品 那 我就不得 牛龍吸進去之後 如果再加一個 樂斗的話 那 我現在就要在這邊 丟木頭 在這邊 丟 丟 胖物 可以幫我完成 我要的事情 那 把它放在房子裡面也行 我只要讓香菇肉刷就好了 所以 就看 要怎麼去擺設 那我們這集ICR的基礎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有任何的 遺忘或是意見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 記得按讚好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